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拥有一个你说了算的人生 我出自我片 好,我们现在开始 By the way, change the hairstyle You like it? Leave your comment in below Let me know Okay, let's start the reading 关系怎样疗愈一个人 关系和自我有一个非常对立的谋论 关系是滋养真疑 还是损耗真疑 如果关系有很强的我与你的特质 因为珍惜规则的作用 那么关系就会有滋养的作用 如果关系中我与他成了主导 那么除非你拥有权力空间 这样你会在能力上变强 或者你会感觉到关系在很靠着你 马丁布博的哲学和罗杰斯的理论 理论有很多类似之处 马丁布博的哲学叫关系哲学 而罗杰斯的疗法叫关系疗法 罗杰斯将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的咨询关系 视为治疗中最重要的因素 而不是咨询师的技术 用马丁布博的哲学术语可以说 当咨询师使用技术时 就构建了我与他的关系 我与他的关系 当咨询师使用本心时 就构建了我与你的关系 并且罗杰斯特别强调 他的疗法是来访者中心疗法 其来访者才是咨询关系的中心 咨询师主要是理解并接纳来访者的感受 他有一句名言 爱是深深的理解和接纳 罗杰斯将对咨询关系的重视 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关于如何构建咨询关系 他提了几个非常简单的原则 真诚共情无条件积极关注 真诚很好理解 但要做到并不容易 因为真诚意味着我所说的 和我所想的是一致的 我所想的和我所体验的是一致的 前半部分容易是普遍人就好 后半部分极难 因为要做到意识和潜意识的一致 共情 就是设身处地的站到对方的角度上 感人所感 想人所想 更通俗的解释 其实就是深深的理解和接纳对方的感受 无条件积极关注 他也基本的同于无条件的爱 就是我对你好 是没有任何不加条件的 父母对孩子如果有一定的无条件的爱 那么孩子的自我就会被释放 他就遵从自己精神胚胎的身影 走向成为自己的道路 相反 有条件的爱就是我认可你 努力你 接受你 是有条件的 你必须达到这些条件 我才给你这些你想要的 如果你达不到 我就不给 现在任何一个治疗流派都接受了罗杰斯 都接受了罗杰斯对治疗关系的论述 认为上述三个标准非常重要 但常认为这是治疗初期的事 而对罗杰斯来说 治疗关系就是全部 他认为一个高质量的治疗关系 越能使一个人安全自然 无防御地呈现自己 越能接受自己的种种体验 治疗就越能成功 而成功的定义就是 帮助来访者更好地成为他自己 为什么这样的治疗关系如此重要 因为在日常的关系固定中 为什么这样的治疗关系如此重要 因为在日常的关系固定中 人的本身自我很容易隐藏 乃至扭曲 原因在于人们获得的关注 多是有条件的积极关系 它的逻辑是 你必须达到条件A 我才能给你奖赏B 在这样的逻辑下 一个人会获得这样的纪念 只有表露别人或 集体认为好的东西 否则就会被拒绝 凯恥 乃至被害 被伤害 于是成长的过程 就成为一个 不断学习修正自己的历程 罗杰斯还说 一个人必须相信自己的机体评价过程 及选择时要听从你的机体 这可以理解为心和身体的组合 这远胜于听从你的智力 如果我们理解了有条件积极关注 就会懂得 你必须达到A 我才能给予你B 会根植于我们的大脑 如果你太相信头脑 你会以头脑为头脑中的东西 你会以为头脑中的东西 是你自己的 但其实常常是权威和文化传递给你的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